这是一个女性或许会好奇 但男性铁定很尴尬的问题 第三条腿和命之间只能选一个 该怎么办 我的话我选命 这哥仨也一样 毫不犹豫的全都选命 于是就被老大送去泰国 做了个拆弹手术 不过也不亏 两粒弹换来了两块凶大鸡 整体上还是转 可问题来了 这哥仨到底做了啥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事 才落得这等好事呢 原来他们仨是黑道组织 犬金组的成员 出入江湖的男人们血气翻钢 拼了命要干出一番事业 这不正好就和敌对组干上了 但是这战斗流程有点久 两帮自然打着打着也都意识到 再这么磨叽下去 等条子来 那可就是一网打尽 双喜临门了 于是他们想到一个绝佳的办法 握手言和不打了 但是这消息通知的不及时 主角哥仨不知道啊 为了业绩 偷偷潜入对方组织 想要搞不过大事 结果啊 这偷也没成 倒是反被蹲了 全都被扒光了一顿胖子 我不说 还就因为他们擅自行动 两帮的和平又被打破了 虽然捡了条命被送回来了吧 但是本帮老大那是真奇怪了 就要把他们剁成像 给宠物加餐 却又突然从电视里看到 现在当埃德鲁 好像很赚钱呢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段 接着哥仨 电伸成功 从泰国回来了 老大看着吧也很是满意 就是认不出谁是谁了 你谁啊 大柱嘛 那以后就要出分吧 你呢 二狗啊 你以后就退花 你我知道了 三崩子 猜猜准吧 以后你就叫三妞 就这么定了啊 但是不管咋样 改了头换了面 有了新名字 就算是开启全新生活了 当然不想新也没办法 老婆都变闺蜜了 变成翠花的二狗 看了一眼自己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晕过去 回到屋里 二狗崩溃的摸摸身上的新东西 咋是这动静啊 接着三个人 拍着对胡摸 不由得回想起老大 曾经对自己的鼓励 完了越想越崩溃 可更崩溃的是啊 这外表虽然变成了美少女 但也就是刚刚达到出道的门槛 这偶像出道需要的可是团队 于是老大自告奋勇来当制作人 再把身边的心腹 派给他们当经纪人 接着展开最适合黑道人士的偶像训练 行吧 有这句话 那二狗他们的出道之路 看来是相当坎坷 这可真是最适合黑道人士的 硬核偶像训练啊 在火里练跳舞 在小黑屋里观摩视频 打着调屏 COS国宝 学习爱豆路的姿势 宜泰 终于他们毕业了 给老大夜收成果 本来老大挺满意的 哪都好 就是这一开口 好家伙声不对呀 打回去复读 在瀑布里 努力吼出女人的声音 然而失败了 这要是能成功 女浪老师都哭了 于是只能去泰国 二扁游 再次改造 成了 然后他们就出道了 哥仨毕竟是经历了魔鬼训练的偶像练习生 再加上老大 倾情创作的歌曲 终于 不在他们的期待下 火了 哥仨全都一遇到不行 毕竟 这一番话给三蹦子激励到了 拍桌而起 然后 大哥迷惑 说好的做男人中的男人呢 这不自觉的就适应角色了 三个人面对面开始借酒消愁 可就在这时 老大忽然一酒踢飞门板 都九点了还不睡觉 还有埃德鲁哪有喝酒的 可乐喝水也不许喝 给我喝果汁 果汁 哥仨有点无语 但接下来更无语 老大一屁股坐下 直接发表对埃德鲁的感言 大猪懵了 你在说啥 老大却很满意 说他的发言 有偶像的感觉了 然后给他们下达新任务 偶像必须要七点就换上睡衣 抱着玩偶跟他说话 然后睡觉 说完就把玩偶丢给他们 转身走了 留下哥仨 只能互相鼓励 众所周知 作为偶像 埃德鲁拍写真 一定是要的 哪怕摄影师是个喜欢口吐 芬芳的猥琐男 三个人虽然很不适 但还得尽力 挤出笑容 变换姿势 可还是一时在挨骂 工作人员也觉得他们可怜 毕竟这个摄影师在业内名气大 忍着吧 三个人换上旗袍 被要求做出最性感的样子 可这哥仨外表改造的再怎么性感 那内心还是大老爷们啊 平时看得多 也不代表学得会啊 大哥气得 死死瞪着摄影师 摄影师问他什么态度 好汉不吃眼前亏 大哥服软说 他眼睛里进了东西 可摄影师依然嘴下不饶人 要么说大哥 不会是大哥 他拦住两个小弟 对摄影师道歉 可摄影师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大哥想要装傻混过去 可摄影师蹬鼻子上脸 掐着大哥的脸又骂又舔 给大哥恶心坏了 还好老大及时阻止 三个人松了一口气 摄影师却不把老大放在眼里 老大哪受过这个气啊 于是摄影师被送去了南美 接着到了地下偶像卖专辑的握手会 这对粉丝来说可是接近偶像的好机会 一群宅男对着三个人热情地叙述着自己的爱意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冲了上来 二狗看了一眼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人就是害得他们哥仨拆弹的敌祖老大呀 可偏偏还成了他们仨的狂热粉丝 大哥恨的是手越握越紧 可敌祖老大却更加兴奋 就在大哥要绷不住了的时候 一旁的粉丝挺身而出 拯救哥仨于水火之中 这是哥仨第一次不反感粉丝的爱 粉丝帮他们报了仇 把敌祖老大送进了监狱 还上了电视 这下集到少女组合的名气更大了 三弟投入了在厕所里对着镜子练习舞蹈动作 正巧碰到大哥上完厕所出来 三弟不想承认 但大哥安慰他 没事 你要是真的想到的偶像也挺好 想想我们刚接派的事儿 我们的兄弟们 把心裸裸 全都折裂 我们一起谈谈 隠着事 大哥正躺在沙发上 想着他们的未来 这时一声巨响 三弟裹着这冲进来了 啪的一下 跪在地上就道歉 我真的想要帮助我 我希望我继续爱你 我希望我继续爱你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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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三弟不管不顾 就这么裹着扑上来 拼命要感谢大哥 决定了 以后就要和大哥 一起接受剩下的一切 这是漫改电视剧 后劫女孩的第一二集 和动画版剧情 稍微有一些细节上的区别 演员的演技不错 该有的经典桥段也都有 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先去看一看 毕竟是第一次案例翻剧 效果还不错的话 就会接着说下一集了 顺便请各位点赞投币 一键三连 今天就先到这儿 告辞